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另外网站为你精选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终年好声音3》第四集 可以用我最期待的画面和我最期待的评语 终于出现了 想说这次幕后是否与评判提过 是否要给多些表情、多些肢体动作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群评判的表情越来越多 除了周国锋的表情包之外 张佳队也不弱 动手动脚唱起来 很多表情、很多动作 是否因为来到第三季或第三季 评判本身都放松了 投入了很多呢? 不过这些纯粹是题外话 我们回到比赛的参赛者身上 林立峰只有你不知道 声音是不错的 唱功都不差 只是略嫌重拍的地方 未够重 这首歌给我感觉 有很多重拍的地方 要用力 唱得要分明才好听 林立峰这方面 比较弱了 影响了整体表现 每次听其他人唱张学友的歌 我都会留意 会不会太过模仿张学友呢? 咬字方面 会不会脱到张学友的 金天变金鲜 忘记他变忘记叉 爱情变哀静 那类的 相信很多有听飞天音乐节目的朋友 都知道这是我的死穴 看来林立峰也踩了 这个未必是地雷的地雷 看你自己个人喜好 因为我不是评判 我的个人喜好对于赛果 是绝对没影响的 好意外 张佳添今次都指出 今天知道差知道 觉得是很银耳的 其实过去两届 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有些大热 甚至有些赢了名次 但记忆之中 好像没什么评判 介意过这些问题 是因为终于顶不住 要开声 第一来到第三届 要求再提升 我们要留意一下 当你指出差知道 忘记叉这类咬字的问题 原唱张学友一样中枪 他是金鲜 忘记叉 爱情的佼佼者 但你何时听过 有人公开批评过张学友这方面的问题 别说张学友 上一届的参赛者 这样唱都没人说过 无论如何 有人够胆指出这个问题 都是一件好事 当然啦 学友的粉丝也不用太怒气 各有所好 当你是评判的话 你都可以因为签 差 正 成为加分位 不要看到整件事 那么重要 我们叉开一点 都证明有样东西 就是说 出了名 和未出名的分别 出了名之后 就没人会说你了 未出名之前 就要小心点 今集有另一位 参赛者 在另一方面 都有差不多的遭遇 不要当你是我的眼 可能是我听过 最不一样的 你是我的眼 因为十居其九的参赛者 都会用了原唱 蕭王琪的唱法 去到副歌的时候 有多澎湃就有多澎湃 不过五耀冬的版本 就温柔很多 听了几句 感觉上 周国锋应该会被灯 因为我觉得周国锋 比较着重在感情 以及故事方面 五耀冬的版本 应该可以打动到他吧 这么多的评判 我喜欢听无启言给他的提点 不知大家听到什么 出来了 如无启言所说 由他自己去想想 曾鲁德说 特意不给他灯 不想他误会 自己表现非常好 我立即想到 上一集的两位五灯选手 或者是有了上集的经验 不是说他双重标准 我亦没有翻看 他给灯的前后次序 但至少 再多个评判 对着镜头说 五灯可能会带出什么副作用 小华坚 朋友 很喜欢他一开始的时候 V手势很好笑 一开口觉得 挺谭永伦 因为是电台主持 搞气氛应该都难不了他 所以整首歌给到我的画面 前面有几十台客人 一路吃饭 一路看表演 因为他的表演 选择的歌 都很有愚彬的感觉 他唱完歌的表演 他的谈吐 正正可以让 今次另一位参赛选手借镜 我说的是 今集的五灯选手 潘少伦唱哪岁那位 肖华坚和潘少伦 都是主持 但肖华坚 就是恰到好处 说话又不是很多 但仍然有气氛 有交流 但潘少伦 实在是over了很多 所以都成为了今集的焦点 口才再好 再懂得搞气氛 都好 在比赛这个场合 始终修炼 比浮夸有好处 给观众 或者给评判的印象分 是很重要的 再极致一点 罗启豪和谭徽智 这个可以做参考 潘少伦的确是唱得不错的 没有苏永康的影子 有自己的风格 可惜他唱歌的表现 比之后自己的谈吐 抹光了 可不可惜 无启然之后的一番说话 真是一绝 直接 但又不苛刻 假如潘少伦是红了 同样的表现 可能又变成另一回事 都未定 这是红了 和未红之间的分别 红与不红也好 减少一点 我觉得会舒服一点 陈欣 傾成 不懂广东话的他 唱广东歌的咬字 不错 声线和技巧都可以的 朋友说 《倾成》这首歌 比较适合抽离一点 陈欣或者选择另一首歌 入围的机会也挺大的 我挺喜欢他对自己的经历 包括患癌症 和影响了听力 都用一个轻描淡写的方法去表达 这种松荣 我真的很欣赏 当然 他如何去经历 如何去面对这个过程 可以是另一回事 但起码 他到这个阶段站在台上说 他的表现 是值得欣赏的 富士山下的陈家琪 还想着他可以做 今届其中一个顶职担当 可惜入不了位 有时真的想 太早播个人的故事 未必是好事 因为未播 可以留多只至少一集 一早播了 随时可以出局 不过 参赛者比赛期间 不知自己的故事何时播 对当事人 没有影响 只不过 给我们这些观众 多样的线索 去估计 参赛者的去留问题 下集 就是大湾区 对新马 又是要 至少 等多两集 才能见到香港区 昨天无意之中发现 原来我之前 录过大湾区面试 好像我觉得不错 那班 一个都入不了位 我果然是这个 灯神 我贴谁 谁就出局了 我不赞 应该好过赞 对不起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 说的 有 另外一个channel 是这样的 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 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 hello 假如你喜欢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但假如你真死飞天爷爷 和他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之后 记得按下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 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 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 和删除留言 吻一被飞天爷爷 措手杀错良云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 是无法救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 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晚上的赛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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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